她是当红炙手可热的小鲜肉 却惨遭欲解蹂躏 女人喝得醉醺醺的 一步步逼近她 谁让她的经纪人抢走了自己的男朋友 所以她要报复回去 弟弟被逼得无路可退 惊慌失措地朝她看去 姐姐 你喝醉了 可她却如恶狼扑事般扑了上去 就用你来偿还情力欠我的债了 她的眼神逐渐迷离 弟弟还在做无谓的挣扎 姐姐等等 你冷静点 而她却警告弟弟最好乖乖的 不要反抗 她嗅着弟弟身上的味道 觉得好像 还伸手俯上她的胸肌 感叹道 这触感简直不要太好 不愧是小鲜肉啊 身材皮肤都是一级棒 失恋就失恋吧 反正这波不亏 次日 她朦朦胧胧胧地睁开双眼 就看到一张帅气质嫩的脸蛋 瞬间清醒过来 她昨晚肯定是魔争了 怎么能对骆凡轩下手呢 她可是那鱼当红小鲜肉 从不端明星架子 乖巧礼貌 是娱乐圈少有的清流之一 更何况她才21岁啊 自己昨晚竟然那样 不管不顾地欺负她 简直就是禽兽 她懊恼万分 一朵娇若好看的小花 就这样折在自己手里了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吗 她偷偷起身 准备趁这家伙还没醒 赶紧开溜 不料 骆凡轩听到动静 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 软软地地喊了声姐姐 她被吓得顿时僵住 只好转过头 尴尬地打了声招呼 骆凡轩慵懒地起身 揉了揉眼睛 而她看着那裸露在外的肌肤 不自觉地想起了昨晚 顿时脸色飞红 骆凡轩以为她还在欲求不满 拿被子遮盖住自己的身子 问她还想要吗 她轰得一下满脸通红 强装镇定否认道 不 你误会了 她不是 她没有 心中想着 小鲜肉肯定把她当成禽兽了 这形象还能挽回吗 骆凡轩再次问她是要走吗 欺负了我之后 姐姐就打算拍拍屁股走人吗 女人突然觉得凉嗖嗖的 昨晚是她不对 她道歉 你要什么补偿 她尽量满足 没想到下一秒 骆凡轩直接伸手抱住她 凑到她耳边 姐姐欺负了我 为了公平起见 姐姐也得被我欺负回去才行 女人顿感震惊 怀疑她是不是睡昏头了 明明昨晚还哭来着 而骆凡轩直接蹭着她的脖梗 让她乖乖地别反抗 这不是姐姐教我的吗 高冷玉姐竟然把当红小鲜肉吃干抹净 事后却不想认账 乃至昨晚还在自己身下哭唧唧的小奶狗 今天竟秒遍小狼狗一把将她抱住 姐姐昨晚喝多了 很多事迹不清楚 我帮你重新回忆起来吧 便直接压了上去 她的眼神渐渐迷离 而骆凡轩也陷入回忆之中 自己找了姐姐很久 好不容易才找到她 所以自己绝对不会再放手 因为林爱轩 自己才从那场大火中活下来 而她因此记忆受损 如果那时他们没有分开 她是否就不会彻底忘记自己 忘记他们的过去呢 过了好久好久 完事后的骆凡轩精神抖擞的起身穿上衣服 而林爱轩则凌乱的趴在床上 满身疲惫 这时骆凡轩突然问她多大 她想也不想的直接回到 26 没想到骆凡轩竟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她以为自己被嘲笑了 坐起身生气的质问道 怎么年纪大很可笑吗 还是说嘲笑她26岁还是个处女 骆凡轩坏笑着凑近她 不是 我是问姐姐的照杯 林爱轩羞的仗红了脸 可恶 居然被个小屁还挑起了 骆凡轩聊起她的一缕秀法 怎么了呢 这是不能说的吗 林爱轩心想也是 睡都睡了 还在乎这些吗 便直接说到三四笔 骆凡轩听后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原来是B 难怪她觉得跟早餐店买的奶黄包大小差不多 林爱轩气不打一出来 这小子居然搞人生攻击 骆凡轩则赶忙安慰 姐姐别生气 跟自己在一起之后 她肯定会更加丰满的 林爱轩听后不禁在心里吐槽 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直接的吗 随后反应过来 质问洛凡轩 谁要跟你在一起 洛凡轩靠近她 又怨道 姐姐是想睡完 就甩了我吗 林爱轩看着凑到眼前的容颜 感叹着也太好看了 而且她这样的顶流 根本不缺女孩 没必要和个大龄女纠缠 她直接拒绝道 他们不适合在一起 因为她的经纪人是秦力 秦力不仅抢了她的男朋友 还是她的头号竞争对手 而她是秦力手下的顶流明星 圈内人都知道 他们是抢资源的对手 怎么能在一起呢 洛凡轩文言无奈地叹息一声 妥协道 好吧 她听姐姐的 手却用力拉扯着林爱轩的被子 这一次自己无论如何都不会放手 不会让她再有忘记自己的机会 林爱轩眼看自己就要暴露 不得不妥协 先应付过去再说 于是答应在一起试试 洛凡轩顿时开心地 扣住她的脖梗贴近自己 那就盖个章吧 姐姐这次要记得答应我的话 便往上去 她要让姐姐记住自己 不要再留自己一个人 妇卑并教小狼狗居然伪装成小奶狗 愿由漂亮玉姐肆意欺负自己 原来这一切都是她的蓄谋已久 只为了和姐姐在一起 可没想到姐姐吃干抹镜后 居然不想对自己负责 于是她威逼加诱惑 为了应付过去 林爱轩只能先答应做她的女朋友 洛凡轩当即在她唇上盖了一张 过了两久 林爱轩起身穿上衣服 但由于她过度劳累 连拉衣裙拉链的力气都没有 只好让洛凡轩帮忙 洛凡轩非常愿意 没想到却看到姐姐背上的伤疤 她心疼的伸手抚摸上去 明白这是当年的那场大火 姐姐为了拼命就自己留下的 林爱轩看她半天没有动静 以为是后背的伤疤吓到她了 便转身表示她自己来吧 没想到洛凡轩竟一把将她紧紧的抱住 她将头埋进姐姐的紧窝 夸赞姐姐的背很美 其实自己曾回去找过姐姐 却被告知姐姐为了治疗 火灾落下的后遗症搬家了 洛凡轩的心里止不住的难过 姐姐为自己伤的那么重 她却没能留在姐姐身边 她找不到姐姐 所以只要她成为名人 站在最耀眼的地方 姐姐就能看到自己 只是没想到姐姐早已把她忘记了 林爱轩突然开口打断了洛凡轩的思绪 她内心崩溃 这臭小子怎么回事 食嘴之味吗 这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呢 而洛凡轩则一脸愉悦 能和姐姐在一起 就像做梦一样 可林爱轩多希望这一切是一场梦啊 如果自己真的跟洛凡轩交往 她一定会被粉丝团围追堵打 还会被情力这个魔鬼吃掉 想想就好可怕呀 洛凡轩突然贴近她的脸 表示自己去一下洗手间 让姐姐等她一起走 还特意警告她不许逃 她的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这真的要她命啊 再跟着妖孽待在一块 她的心脏都要出问题了 而且公司有明文规定 禁止经纪人跟艺人谈恋爱 别人带的艺人也不行 于是她赶紧涂上口红 穿上高跟鞋 决定趁机溜 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她快速出门跑上电梯 正当电梯门快要关上的时候 突然一只手伸进来扒在门边 洛凡轩气喘吁吁地追上来 拉开口罩质问她 姐姐不是说好一起走吗 她将林爱轩困在电梯内 埋怨姐姐说话不算数 居然不等自己 林爱轩看她喘着粗气 明白她是脊椎过来的 这才意识到她说要在一起 不是随便说说的 就在这时 电梯门钉的一声打开 林爱轩赶忙将她踹开 谁知进来的 竟是洛凡轩的经纪人秦立 而秦立也没想到竞争对手 竟和自己的一人在一起 她大声呵斥洛凡轩 怎么不接自己电话 洛凡轩借口说手机没电了 还幽怨地朝林爱轩看去 秦立随后看向林爱轩 问她怎么在这里 林爱轩尴尬地打了声招呼 表示自己刚谈完合作项目 没想到竟撞见小轩 就一起乘电梯下来了 她内心复杂 怎么总有种在学生时代早恋 被教导主任当场抓包的感觉呢 玉姐经纪人醉酒欺负了 对家的小奶狗 一夜过后她却趁机溜了 小奶狗快速追上来 把她壁咚在电梯内 可这一幕差点被小奶狗的经纪人发现 秦立问她怎么在这 林爱轩谎称自己是刚谈完项目 偶遇洛凡轩 就一起乘电梯下来了 秦立却因为深长地 看着她脖子上的草莓 年轻人是要多努努力 不过经纪人的业务是拼出来的 不是睡出来的 林爱轩直接笑眯眯回应 没想到秦立姐也有这样的觉悟 真让人感到意外啊 秦立听出她的言外之意 质问她是什么意思 其实林爱轩早就知道 秦立以前的业务都是睡出来的 她淡然一笑 没什么意思 只是劝一句 别得了便宜还卖乖 免得湿了脸面 还没等秦立反驳 电梯门就开了 林爱轩直接朝外走去 挥挥手向她俩道别 洛凡轩亲热地回应着 姐姐再见 秦立不满 你叫的那么亲热干嘛 小心她哪天利用你炒作她的艺人 你没看到她脖子上 有个那么大的吻痕吗 我看她刚刚谈项目的时候 肯定很卖力 洛凡轩闻言笑了笑 应该说那个男人卖力吧 心中则暗暗窃喜 她当然要卖力啊 好不容易碰触到姐姐 得给她留个好印象才行 两人坐上车 秦立吐槽她 上次让自己跟那个陆峰导演聊的新剧 也没什么大火的潜力啊 她到底看中那部剧什么了 洛凡轩则无所谓到 既然秦立姐觉得没潜力 那就算了 反正她的目的已经达到 进入传媒公司后 她意外找到了姐姐 可姐姐不但忘了她 居然还有了男朋友 而陆峰那种出轨惯犯 根本配不上姐姐 所以她让秦立约陆峰谈工作 姐姐才会发现陆峰是个出轨男 在姐姐伤心之际 她才好趁虚而入 安抚姐姐受伤的心 只是没想到姐姐居然这么主动 看来她以后得管这点姐姐 不让她沾染过多酒精 毕竟喝酒容易误事 而林爱轩这边也在暗暗发誓 她这辈子都不会让自己喝醉了 可没想到刚到车内 就接到助理小优的紧急来电 她带着艺人出事了 欲解经纪人醉酒后 竟然把竞争对手家的小奶狗睡了 可她不知这一切 竟都是小奶狗的预谋 第二天 林爱轩刚到车上 就接到自家艺人出事的电话 宋航被拍到跟一个年纪大的女人暧昧照 现在网上传得很难听 说她被大林阿姨包养 她的人设快崩了 林爱轩脸色瞬间下沉 宋航是她去年刚收的艺人 虽然她只在一些选秀节目里露过脸 却也积累了不少粉丝 因为气质儒雅又会弹钢琴 再加上声音极具特色 目前已被几个音乐公司看上 最近正要和音乐公司谈合作 这个结果眼上怎么能闹出绯闻呢 林爱轩马上赶到公司 安排小优发微博声明 就说照片里的女人是宋航表姐 因为表姐夫去世了 表姐伤心难过 宋航抱她表示安慰 过几天再找个长相类似的 发布记者会现场澄清 宋航立刻大声反驳 她不是自己表姐 林爱轩和赤道 事实很重要吗 网络上的言论已经发酵到最大 她都脱了多少份 现在最要紧的是 做好紧急公关帮她挽回人设 再这样下去 他们之前的努力就全白费了 她是要自毁前程吗 宋航又怎么不清楚呢 自己和轩姐一起努力了那么久 除了她 这世上从没有人为自己的 是这么关注过 她低下头道歉 解释说那女人其实是她妈妈 林爱轩送了一口气 既然是妈妈 那就跟粉丝坦白好了 宋航还是很为难 可妈妈一直在国外生活 这样她会被卷入公众的视线 对她现任老公和家庭造成困扰的 林爱轩瞬间明白过来 原来是不想妈妈被打扰了 宋航还在道歉 林爱轩轻抚她脑袋安慰着 没事 这些都放心交给她吧 林爱轩立刻吩咐小悠 就按照表姐那个版本发 要强调表姐在国外生活 以免私生饭巴宋航的妈妈 宋航看着她为自己忙碌的背景 心中生出了不一样的情愫 有轩姐在 总能让她安心 声明发出后 网友们都在激烈讨论着 真爱粉们明白这是一场误会 可还是有黑粉表示不相信 甚至有吃瓜路人 直接把话题扯到林爱轩身上 还客气她和林爱轩的CP 但也有人持反对意见 说林爱轩老牛吃嫩草 她看到这里顿时汗言 自己才比宋航大四岁 就被网友们诋毁成这样 要是被他们知道 自己跟小五岁的洛凡轩谈恋爱 那岂不是会被直接捅成筛子 她只要想到被粉丝们围追的画面 就感觉好可怕 就在这时 小游发现网上突然冒出一群网友 直接对哪些抨击林爱轩年龄大的粉丝 林爱轩猜测多半是宋航的老婆粉 不想她被诬蔑跟年纪大的经纪人在一起 小游还是很疑惑 可他们明明指护着轩轩姐 不像是宋航的粉丝啊 而且这波网友来得也太及时了 难道有人再给轩轩姐买水军吗 与此同时 一位神秘人花五十万顾了大批水军 保护林爱轩的名誉 这人正是洛凡轩 她脸色阴沉 居然敢传姐姐的绯闻 当她不存在吗 欲解经纪人趁最久压倒了竞争对手家的小奶狗 醒来后却不想负责 乃至小奶狗竟是个白切黑 威逼利诱姐姐跟自己在一起 却没想到姐姐竟和其他男人传绯闻 还遭粉丝辱骂 小奶狗又气又酸 她睡意朦胧的接起电话 姐姐我在你家门口 林爱轩瞬间清醒 洛凡轩催促他快开门 一直有人在盯着自己看 于是他快速向门口跑去 打开门便看到洛凡轩一身全副武装的样子 他拉下口罩打了声招 林爱轩一脸黑线 大晚上这副打扮 十个人都会盯着他看吧 他赶紧把洛凡轩拉进屋内 问他来做什么 洛凡轩一脸乖巧 当然是给姐姐送夜宵来了 皮蛋瘦肉粥喜欢吗 林爱轩直接拒绝 谁要吃夜宵 可下一秒 他的肚子就咕噜噜叫起来 他经不住诱惑 一会的功夫 就把周全喝光了 还一脸满足的舔了舔唇脚 这时 他看向喝粥的洛凡轩 感叹他的确是长了一张老天爷 追着赏饭的脸啊 难怪会成为顶流 他这样的明星大半夜全副武装 就为了给自己送宵夜吗 林爱轩直接问他 今天很闲吗 大半夜不休息来他这 洛凡轩刚吃下一口粥便回到 因为姐姐一忙起来 就会忘记吃饭 今天送行的是这么突然 姐姐八成又没吃饭吧 林爱轩到了生气 没想到他这心思还挺细心 洛凡轩突然靠近他 问姐姐打算怎么谢自己 林爱轩顿敢紧张 问他想要什么 他当然想每晚都来给姐姐送宵夜 这样能督促姐姐吃饭 还能天天见面呢 林爱轩的心扑通扑通直跳 又听到他说 好不好吗 姐姐 这可真要了他的命啊 撩得他不要不要的 漂亮玉姐醉酒后 竟然欺负了当红小鲜肉 醒来后却想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 可他不知道的是 小鲜肉早已将他视为自己的囊中之物 缠着姐姐要没晚给他送宵夜 还要天天和姐姐亲亲抱抱 面对这么帅气体贴的小鲜肉 林爱轩却直接拒绝 他向外推开洛凡轩 送夜宵就不用了 他们都是成年人 昨晚的事就当没发生过 明明发生了 为什么要当没发生呢 他的眼神充满爱伤 毕连委屈啊 姐姐就这么不喜欢我吗 林爱轩突然有种自己好扎的感觉 王姐是说 他现在是顶流明星 前途无量 而自己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经纪人 年纪还比他大 这要是被他粉丝知道了 会影响他的心徒 姐姐要是担心 他们可以暂时不公开 他还会帮姐姐把关 林爱轩好奇把什么关 可接下来 洛凡轩直接从口袋掏出一盒药片 说是给姐姐带的 林爱轩上一秒 还在对他的深情告白所感动 没想到他竟给自己带了这个 他指着洛凡轩怒骂 你其实只想找个床办吧 你想得美 姐姐他金贵得很 说他以后都会提前做好措施 不会再让姐姐吃药 毕竟药物有副作用 林爱轩顿感迷惑 难道他会错意了 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 小奶狗是真想和他谈恋爱吗 便再次质问 他不会电话提醒自己买药吗 洛凡轩则体谅道 姐姐不是忙了一天吗 哪有空买药 而且被公司同事看到也不好吧 林爱轩想到情力恶人得知的画面 觉得有道理 洛凡轩凑近他 姐姐还有什么顾虑 说出来 他们一起想办法 林爱轩被他的靠近弄得羞红了脸 赞 暂时没有了 洛凡轩握着他肩膀 那么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他怎么总觉得被他牵着鼻子走了 林爱轩羞红着脸 快速亲了他一下 他没想到姐姐居然会亲自己 顿时呆愣住 正想说些什么 林爱轩轻抚他的脸颊 说自己喜欢节奏慢一点 和自己谈恋爱的话 得适应他的节奏 既然他拒绝不了小奶狗 那就试探一下他的真心 毕竟跟他谈恋爱风险很大 他要看之不值得 洛凡轩一脸开心 姐姐这是答应和他交往了吗 太好了 他都听姐姐的 林爱轩的心扑通直跳 和自己交往 就让他这么高兴吗 突然 他想起来要先吃药 就匆忙把药放嘴里 可由于太着急 被卡住了 这时身边递来一杯水 让他别急 喝口水润润 林爱轩看向他 道了声谢 洛凡轩叫姐姐不要客气 能照顾姐姐 他很高兴 还说姐姐可以更依赖他一些哦 因为他是姐姐的男朋友 林爱轩被这话感动到 这还是他第一次听到 有人想照顾自己 似乎还不错 可他接下来直接下了逐客令 没想到洛凡轩 直接赖在沙发上不走吗 男朋友大老远送夜宵过来 姐姐怎么也得犒劳下巴 听闻姐姐喜好红酒 珍藏了不少好酒 请男友喝杯红酒吧 他好不容易溜出来 当然要跟姐姐独处 就一点才够本啊 林爱轩看他一脸无赖样 真想抽他压的 开口闭口就是男友 真会得了便宜还卖乖 欲解经纪人 竟然和竞争对手家的 奶狗弟弟谈恋爱了 两人还在家中愉快地喝起红酒 此时洛凡轩提起一个说辞 据说爱喝红酒的人十分念旧 适合白头到老 可这话却让林爱轩想起前任渣男 原来前任也爱喝红酒 那年他们也是青梅竹马 彼此暗生情愫 渣男还说等他长大后就娶他 于是他们大学毕业后便开始交往 可没想到那么多年的感情敬畏了狗 他还是出轨了 林爱轩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难难道据说都是骗人的吧 洛凡轩看他一脸惆怅的样子 心中明白姐姐又在想那个负了他的男人了 可为了渣男伤情 根本不值得 他深情款款地看向林爱轩 他认为是真的 忘了那个男人 你还有我 说不定我们就能白头到老呢 林爱轩被他的真挚打动 在酒精的作用下 他直接扑上去 洛凡轩 是你招惹我的 便直接吻上他的唇 他被突如其来的一吻 给弄得正愣了 可下一秒就沉浸其中 他将姐姐紧紧抱入怀中 片刻后 两人炽热的唇蛋才一一不舍地分开 看着姐姐红润的脸蛋 他暗暗向姐姐保证 相信我 这次换我来守护你 正当两人还要继续时 电话铃声突然响起 洛凡轩提醒姐姐电话响了 可林爱轩却不管不顾的还要继续 就在这时 门铃也响起来 助理小悠的声音从门外传进来 轩轩姐别睡了 快开门 我们来了 他顿时呆愣住 我们 难道不止小悠一人吗 可接着就看到洛凡轩竟躺在自己身下 瞬间清醒过来 他都干了什么呀 可不能让他们看到这家伙这个样子在他家 于是 赶紧抓起洛凡轩让他躲进自己房间里 而他心中很是不满 自己就这么见不得人吗 林爱轩把他藏好后 快速打开门 问他们大晚上的不睡觉 都来他这干嘛 小悠笑着说 来给轩轩姐庆声啊 而房间内的洛凡轩听着外面的吵闹声 满脸不爽 可恶 居然跟他抢给姐姐庆声的机会 小奶狗弟弟竟然又被玉姐扑倒了 看着身下袖色可参的弟弟 他直接扑了上去 就在这时 助理小悠和自家艺人突然到访 要给他过生日 他赶紧把小奶狗藏进卧室 客厅里 他的艺人送航 寒冬和寒熙还有助理小悠 都在热热闹闹的给他庆声 可林爱轩只想让他们赶紧走 他谢过他们的好意 说今天有点累 还没等他说完 面前的礼物盒就被掀开 里面居然都是满满的蒜蓉麻辣小龙虾 林爱轩瞬间不淡定了 天啊 他的艺人怎么没一点自觉呢 这份量至少有十斤吧 他怒怼小悠居然允许他们吃这个 小悠圆溜溜的大眼睛可怜巴巴的看着他 说自己错了 要不 他帮萱萱姐包小龙虾 压压惊吧 林爱轩不吃这一套 他表情严肃 经纪人模式瞬间开启 现在都几点了 还打算吃高盐高油高脂的食物 像他们这种十八线的小艺人 吃胖肚都没人注意 宋行也附和道 白天因为他的事 给萱姐增加了不少麻烦 这就当做是对他的感谢吧 林爱轩无话可说 几人拍手叫好 今天可以玩个通宵了 他的内心很是抓狂 通宵 绝对不行 骆凡萱还在自己屋里藏着呢 可他抵挡不住他们的热情 几人玩到凌晨两点才终于结束 林爱轩松了一口气 这下他们总该走了吧 可由于吃的太油腻 除了林爱轩 其他几人的肚子都相继疼起来 开始争抢着上厕所 他很是郁闷 这是他过得最心惊感善的生日会了 也不知道躲在房里的洛凡萱怎么样了 这时的小油终于从厕所出来 可他却突然打开卧室门就要进去 林爱轩吓得魂都要飞了 阿妈洛凡萱是傻吗 不知道反锁门呢 林爱轩慌忙进来解释 却没有看到洛凡萱 而小油只是抱起一只玩具雄青热起来 就在他疑惑洛凡萱去哪时 就看到床后面探出一头 还伸手朝他比了一个烟 他忙伸出一只抵在唇边 是一气快藏好 可还是惊动了一旁的小油 林爱轩忙声东击西地把拖鞋踢向衣柜 果然 小油的注意力马上转向衣柜 问他不会在衣柜里藏了的男人吧 而宋航几人听到动静也探头探脑地进来凑热闹 林爱轩忙否认 叫他们别胡来 看他这么紧张 几人更加好奇了 于是便把衣柜打开 壳里面空空如也 连男人的影子都没有 几人顿绝白激动一场 而此时的宋航 莫名松了一口气 还好不是男人 林爱轩赶紧叫他们回去 不要闹了 等他们走后 他松了一口气 洛凡轩也从被子里钻出 再藏下去 他以为姐姐都把他忘了 而他终于又能和姐姐二人试剂了 林爱轩瞬间脸色飞红 弟弟都已经两点多了 该回去了 他走到玄关处 让其戴上墨镜和帽子快点走 洛凡轩委屈 这么晚了 姐姐就不能收留我吗 他直接拒绝 说他明天还有通告 洛凡轩则表示 明天早点起床能赶得过去 林爱轩还是一正言辞的拒绝 并给他戴上帽子 没想到洛凡轩竟坏坏一笑 抱起林爱轩举过头顶 调侃道 这样帮自己戴帽子是不是方便些 他顿时羞红了脸 让他别闹 快放他下来 洛凡轩不放 他坏笑着说 今天是我们确定关系的第一天 临别前 是不是该做个稳别呢 我的女友 林爱轩小姐 小奶狗男友简直太黏人了 随时都想和他轻轻抱抱去高高 此时男友一把将他抱起 要他给自己一个临别吻 他的脸瞬间通红 洛凡轩看他害羞的样子 快笑道 那还他闻姐姐如何 林爱轩休闹 这家伙 不给他点颜色瞧瞧 都快骑到自己头上了 于是 他一掌拍到洛凡轩脸上 捧着他的脸直接吻了上去 洛凡轩一下子被钉住式 但下一刻就沉浸其中 彼此的心都怦怦直跳 而他内心很是满图 能这样抱着姐姐 像做梦一样 他宁愿永不行来 过了两久 两人终于分开 林爱轩得意地向他探取 我的吻技如何 给您一个夸我的机会 可洛凡轩一领飞火 还在回味刚刚那个吻 连姐姐喊他都没听到 林爱轩又喊了一声 他才恍然清醒 用咳嗽掩饰着自己的尴尬 他舔了舔嘴唇 嘴上却说道 姐姐今天吃的小龙虾 是算香味的吧 林爱轩顿时压麻呆住了 他竟然忘记漱口了 这该死的圣哭 欲让他形象全无啊 林爱轩休脑地 抓起他的手往门外送 两人很快到了楼下 林爱轩问他的车停在哪里 洛凡轩直接说自己打车来的 他很是无语 身为鼎流居然没有 一点保护身份的自觉 简直是在作死边缘 反复横跳啊 便打算自己送他回去 就在这时 不远处突然传来喵呜的叫唤声 洛凡轩顿时慌了 他忙躲到林爱轩身后 问姐姐听到什么声音没有 他表示没听到 洛凡轩颤巍巍的 让姐姐仔细听听就在这次敬意 就在他疑惑的时候 洛凡轩惊慌失措地抱住他 害怕地喊着他 林爱轩往前一瞧 面前是一只憨态可居的小猫咪 瞬间感到无语 问他是怕猫吗 对啊 猫毛毛茸茸的 还会喵呜喵呜叫 简直太可怕了 林爱轩满脸飞线 一个身高将近1米9的男人 居然怕软萌可爱的小猫咪 他拍拍洛凡轩安慰着 好了 猫咪已经走了 咱们快往前走吧 可是猫咪还在喵呜地叫着 洛凡轩泪眼汪汪地害怕极了 不行 前面还有好多猫 说着竟然手脚并用地 爬到林爱轩身上 他很是无奈 让其先把脚放下来再说 却被抱得更紧 他叹了口气心想算了 还是先回自己内吧 他温柔地拍拍他的脑袋 不怕 有姐姐在 洛凡轩被他轻柔的声音安抚 这才乖乖地呐了一声 这个身高190的男人 竟然怕可爱的小猫咪 为了躲避猫咪 他扒到女友身上 甚至害怕得不敢回家 林爱轩没办法 只好将他带回自己家 他轻抚洛凡轩的肩膀 安慰他不要害怕 喝点咖啡压压惊吧 可他却一直抓着 林爱轩的手不放 开始讲述以前的经历 他小的时候 有次被妈妈关在屋外 而身后闪着几双 绿油油的眼睛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他就害怕猫了 林爱轩听后觉得他太可怜了 疑惑地问他当时几岁 他妈妈为什么这样做 还有他的爸爸呢 洛凡轩摇摇头 说他从小就没见过爸爸 妈妈是他唯一的医考 当时他大概有三四岁了 他妈妈有件些性精神病 每次发病都像变了一个人 那天晚上 如果不是邻居报警 他或许早就冻死了 林爱轩心疼极了 他听说洛凡轩自小便 没家人照顾 小小年纪混迹娱乐圈 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 成为了当今顶流 想到着他不自觉地伸手 轻轻抚摸洛凡轩的头 没事 一切都过去了 现在你有姐姐 有猫也不怕 以后姐姐保护你 洛凡轩脸颊泛红 瞳孔萎缩 下一秒眼眶竟挂上了泪珠 他一把将林爱轩紧紧抱入怀中 这么多年过去 他的姐姐还是没变 一直像小时候一样 是唯一能给他温柔的人 他突然祈求道 问姐姐今天能陪自己睡吗 他害怕 不敢一个人 林爱轩十分纠结 脑海中的天使和恶魔 也开始吵起来 可最后他还是心软了 看在他可怜的份上 今晚就让他睡这儿吧 不过 只限今晚 洛凡轩瞬间开心地抱着姐姐 说他最好了 林爱轩费劲地把他推开 他要先去洗澡 而洛凡轩一直痴痴地望着他的背景 能找到姐姐 真是太好了 浴室内 林爱轩闻着自己衣服上 小龙虾蛋糕和红酒 混在一起的味道 觉得自己都受不了 他真想不通 洛凡轩居然一点也不嫌弃 还跟他轻轻抱抱举高高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真爱吗 可下一秒 他一脸羞红地把衣服塞进洗衣机 他都在想些什么呢 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还是小小地自恋了一下 接着看向自己背后的伤疤 他小时候经历过一场火灾 虽然发生什么他已经不记得了 却因此落下害怕明火的后遗症 就像洛凡轩对猫的极度恐惧 应该也是童年落下的阴影 而他真正害怕的 是被母亲抛下时的孤独和无助 乃狗弟弟竟毫无防备地 躺在女友床上睡着了 看着小男友绝美的睡颜 他黑黑一笑 有美人暖床 他还装什么君子呢 便直接伸手触摸上他的唇 年轻就是好啊 这长长的睫毛 吹弹可破的肌肤 让他都羡慕嫉妒啊 这时一只手突然抓住他的手腕 疼得他嗷嗷直叫 却听到洛凡轩在梦中叫着姐姐跌走 他害怕 林爱轩这才明白过来 他是做噩梦 梦到猫了 他轻轻抚摸着他 好了 有姐姐在 安心睡吧 洛凡轩这才慢慢平静下来 而林爱轩也渐渐进入睡梦中 此时的他身处在空荡荡的空间 就在他疑惑这是哪里时 一只猫向他走来 突然身后有个男孩紧紧地抱住他 姐姐 有猫 我怕 他马上轻抚男孩的头安慰着 不怕不怕 有姐姐在 不会让猫猫伤害你的 清晨 林爱轩朦朦朦胧地从睡梦中苏醒过来 他感觉这梦好真实 难道那孩子他认识吗 可下一秒 他马上坐起来 问洛凡轩几点了 被告知已经九点半了 林爱轩着急忙慌地到衣柜处挑选衣服 并埋怨洛凡轩怎么不叫醒自己 洛凡轩则表示 他看姐姐睡得香 舍不得吵醒他 他立刻恶狠狠地瞪过来 这家伙又在做死的边缘疯狂试探 他的活动可是十点开始啊 随后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问他今天的活动场地在哪 自己直接送他过去 得知是在天赋异禀的录制现场后 林爱轩很是羡慕 要知道这是目前国内收视率最高的综艺 他所在的公司 目前就只有洛凡轩有资格参加 片酬也是相当可观 要是宋航能参加 自己下半年的绩效考核就不用愁了 随后他抬起洛凡轩的下巴 当了弟弟的女朋友 能不能走个后门啊 他好奇姐姐想要什么 可没想到林爱轩竟是让他帮忙推荐下宋航 还夸赞齐钢琴弹的可好了 让导演看看能不能上节目 洛凡轩听到姐姐居然夸别的男人 瞬间不爽 姐姐就这么想让宋航火吗 明明姐姐手上的艺人不止他一个 而且那个宋航看姐姐的眼神和自己一样 林爱轩则一脸兴奋道 宋航可是他手里最有实力的艺人 他当然要争取下 谁愿意每个月只拿那点死工资 洛凡轩勾纯一笑 原来姐姐只是想赚钱啊 那他的钱姐姐随便花 他的就是姐姐的 林爱轩的小心脏扑通一跳 他这是要养自己吗 乃斗弟弟再次将姐姐扑倒 他直接吻上姐姐的脖梗 要帮姐姐回忆起来 他们到底有多亲密 就在刚刚 姐姐居然质疑他们的关系 认为他们还没到他给钱花的地步 他直接抓住姐姐的手腕压在自己身下 姐姐是不是忘了 我们的关系有多亲密 便直接贴上去 在他白皙的肌肤上落下一颗草莓 这下姐姐想起来了吗 而林爱轩被他的亲吻弄得气喘吁吁 他羞愤地捂着脖子 这小子竟敢搞突袭 气死他了 只听喷的一声 弟弟的头被打出一个大包 痛得他嗷嗷大哭 林爱轩叫他别磨蹭了 要迟到了 可是紧赶慢赶还是迟了 到达录制现场已经是十点半了 他叫住准备下车的洛凡轩 提醒他娱乐圈的明星层出不穷 让他千万不要耍大牌 只有爱惜自己羽毛的才能做得长久 洛凡轩笑着望向他 姐姐是在关心我吗 说着便露出甜甜的笑容 姐姐放心 他还要养姐姐呢 林爱轩瞬间呆住了 洛凡轩下车后朝着后方挥挥手 早上情力通知他 录影时间推后半小时 所以他没有迟到 林爱轩恼怒 阿骂他这个小混蛋 有消息居然不和自己说 害自己白为他操心 不过他想到洛凡轩临走时的笑容 没想到自己只是提醒他两句 就能让他这么开心 就在这时 他手机上突然收到洛凡轩打钱给他的消息 第一次当男朋友 不知道一个月给女朋友50万元生活费会不会太少 他这才明白洛凡轩是真的要养自己 可惜他不是一朵衣服他人的兔丝花 他直接发信息给洛凡轩 说他还没到要人养的地步 这钱他先替弟弟保管 另外推荐送行的事就拜托他了 洛凡轩则哭唧唧的表示 姐姐只在乎自己的艺人 他吃醋了 哄不好的那种 好弟弟就帮帮姐姐吗 那么大 洛凡轩这才满意 回复道 只要是姐姐的要求他都会办到 林爱轩放下心来 就在这时 外面有人在敲打他的车窗 没想到竟是前任渣男陆峰 打开车窗便听到他骂骂咧咧的质问 林爱轩你什么意思 要分手 也应该是他替分手吧 原来是陆大导演的自尊心 不允许他成为那个被抛弃的 林爱轩呼出一口气 娱乐圈那么多能干漂亮的女人 你早就不甘心吊死在我这棵树上了吧 陆峰以为他是自卑 觉得配不上自己了 于是凑劲道 让他不要妄自菲薄 分手的事就当没有发生过 他们还是男女朋友 还臭不要脸的说自己不嫌弃他 林爱轩气不打一出来 这几年他一直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 他都觉得自己不是他女朋友 而是他的下属 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每天都心情很差 今天必须和他说清楚 漂亮玉姐被男友劈腿 没想到渣男却舔着脸求他附和 甚至表示自己不嫌弃他 林爱轩一巴掌将他推开 说宴会那天自己看到他和秦力可好 现在整个公司都在传他们的绯闻 可渣男却把责任推给洛凡轩 是秦力缠着他 说他带的那个洛凡轩想拍他的文艺片 非要找他的 林爱轩大吃一惊 随后陷入沉思 当天在宴会中 他发现了陆锋和秦力暧昧的事情后 便借酒消愁 就在此时 洛凡轩出现 于是自己借着酒精欺负了他 现在想想这一切都太过巧合 难道这是他特意安排的吗 可是渣男出轨也是事实 他猛踩油门 一溜烟就把渣男甩在后头 而他立刻跟秦力求证 得到的结果还真是洛凡轩让秦力去找陆锋谈剧本的 林爱轩不明白弟弟为什么这么做 难道自己早就被他盯上 想从自己这里得到什么吗 而洛凡轩还不知道自己的阴谋被发现 他一直盯着手机 在等姐姐的消息 下一秒他的手机就响起来 真是姐姐来电了 他马上兴奋的接通电话 竟是姐姐主动找他见面 一旁的秦力疑惑他在和谁讲电话 竟开心成这样 洛凡轩挂掉电话后 说自己有事就先走了 秦力在后面大喊 让他不要忘记明天早上的录影 他怀疑洛凡轩是不是谈恋爱了 可又希望是自己想多了 而他这状态可不能被陆总知道 可下一秒 陆总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让他汇报洛凡轩近期的情况 秦力不敢把他的状态告诉老板 只说他最近工作密度大 已经回去休息了 原来陆总是洛凡轩的父亲 同时也是公司的大老板 而洛凡轩和陆总之间 似乎进行着某种协议 但他们的关系很僵硬 只能通过他才能互相调话 而此时洛凡轩已快速来到姐姐家 姐姐想他了吗 林爱轩疑惑 不是和他约在外面吗 怎么又来自己家 洛凡轩蹭蹭他的鼻子 因为他太想姐姐了 所以接到电话就第一时间赶来了 这轻易的贴贴搞得他心脏砰砰跳 随即反应过来将他推开 让他小心狗仔 别在门口撒娇 于是洛凡轩一把将他抱住 推着他往屋内走去 林爱轩直接询问宴会那晚 是他让秦力找陆总的吗 洛凡轩马上反应过来 姐姐会这么问 是知道了什么吧 他淡定的坐到沙发上 是啊 他是想过演陆总的戏 只是没有合适的角色 林爱轩还是不敢相信 一个顶流明星 怎么会演一个没有名气导演的片呢 他再次质问 难道不是你故意让秦力找陆峰 安排自己看到陆峰出轨的 然后喝醉才会和你渡过一晚 洛凡轩一脸震惊 他一把抓住林爱轩 将他拉到自己怀里 眼神哀怨道 你和陆总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自己怎么不知道呢 林爱轩被弟弟的眼神迷了心智 似乎真是他想多了 奶狗弟弟真是腹黑又病骄 明明是他对姐姐蓄谋已久 设圈套让姐姐成为自己的女朋友 可当这一切被姐姐发现时 他却装作一脸无辜 洛凡轩眼神又怨道 姐姐原来有男朋友 那他是什么 现在又怀疑他 是想借过把他踢走吗 这精湛的演技把林爱轩迷惑住 洛凡轩直接将他扑倒 那姐姐怎么弥补我受伤的心灵 林爱轩脸色飞红 问他想怎么样 洛凡轩则直接凑到他的耳边 我今晚想跟姐姐一起睡 可以吗 姐姐便直接贴近姐姐的脖梗处 嗅着姐姐身上的香气 他渐渐陷入沉思当中 姐姐哀恋的是个出轨惯犯 而他只能用这种方式 让姐姐认清渣男 即使是用谎言 林爱轩用力把他推开 洛凡轩 我们可是说好慢慢来的 洛凡轩眼神渐渐暗淡下来 姐姐别想露风了 他配不上姐姐 姐姐现在有我了 听到这话林爱轩心头涌上一股暖流 他轻抚洛凡轩的头 说了声谢谢 他已经没事了 就在这时 门外突然传来送行的声音 轩轩姐快开门 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洛凡轩满脸不悦 怎么姐姐的艺人 都在这时候来他家 林爱轩则表示这很正常 因为他是经纪人 24小时待命 便把洛凡轩推向卧室 让他快点进去躲一下 可他却直接转身 工作重要 还是我这个男友重要 林爱轩听到他这样说 正准备教训他 没想到洛凡轩 直接在他脸上揪蜜一口 林爱轩顿时愣住了 脸色慢慢泛起红韵 洛凡轩则笑着解释 他的意思是 姐姐可以适当休息一下 她的身体也很重要 这关心的语气 让林爱轩心中 升起一股暖意 他看着洛凡轩进入卧室 摸着自己通红的脸颊 已经很久没有人 对他这样说了 随后他赶紧打开房门 问宋航有什么事 没想到宋航竟兴奋的 一把将他抱住 轩轩姐 博内收视率最高的综艺 邀请他明天去参加节目 林爱轩笑着恭喜他 说他一定能在节目中 获得更多的关注 并让他好好表现 林爱轩一惊 连忙说自己没事 可能刚睡着被吵醒 没反应过来 宋航只好依依不舍地 向他道晚安 说他不打扰轩轩姐休息了 关上房门 林爱轩兴奋地朝卧室里跑去 他直接扑倒洛凡轩 说谢谢他帮宋航 争取到上天赋异禀的机会 洛凡轩一连猛圈 说不是自己 他还没来得及跟导演组说这事呢 林爱轩很失纳闷 但宋航怎么会被通知 参加这档节目呢 洛凡轩则猜测他的艺人背后有金主 林爱轩马上否认 不可能 他问过宋航为什么想做艺人 他说当艺人是为了赚钱给他爸爸治病 如果真认识什么金主 以他的才华 根本不用走艺人这条路 完全可以静修音乐 能有更高的噪音 林爱轩陷入沉思 到底是谁在帮宋航争取的上节目机会呢 漂亮玉姐竟然又被奶狗弟弟撩得不要不要的 就在刚刚 林爱轩正在思索着 是谁在帮宋航争取的上天赋一顶节目机会 可眼神却不自觉地看向弟弟 望着弟弟裸露在外的一小片肌肤 他脸颊微红 想他刚才太激动 竟不小心把弟弟衣服扯开了 看姐姐这样瞧着自己 洛凡轩勾唇一笑 接着凑到他身边 问姐姐想什么呢这么看着他 林爱轩害羞地别过头 之前倒是没有仔细看过 这家伙的身材是真的好 洛凡轩贴到他羞红的耳边 姐姐是在想我吗 姐姐想要我做什么呢 林爱轩被撩得说不出话 而洛凡轩则伸手摸上他的耳根 嘲笑道 姐姐喜欢的话 可以随时驶唐我 林爱轩的心扑通扑通狂跳 望向弟弟的眼神也逐渐炽热 而正当洛凡轩捧起他的脸打算亲吻姐姐时 林爱轩却巧迫自己清醒过来 他直接将洛凡轩推开 还驶唤呢 弟弟你入戏太深了 心中则劝告自己冷静 他可是合格的经纪人了 随即灵机一动便转移话题说 弟弟这么年轻就成为顶牛 难道也有金主爸爸吗 洛凡轩顿感无语 说自己并没有 可林爱轩看他这反应 怎么都像预盖迷章似的 便脑洞大开的猜测 他没有金主爸爸 难道是金主妈妈吗 接着还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 难不成自己不小心成了某个大富婆的情敌吗 洛凡轩只能尴尬地笑笑 他真是服了姐姐的想象力 于是便打算先去洗完澡再说 可出来后却发现姐姐已经睡着了 但这豪迈的睡姿 连洛凡轩都不禁感慨 这睡相还是那么差 真是一点没变 于是他上前帮姐姐整理了散开的睡衣 看着姐姐毫无防备的睡眼 洛凡轩伸手扶上他的脸颊 睡得这么肆无忌惮 就不怕自己偷袭吗 这么放心他的样子 真是让他既高兴又生气 随即凑到林爱轩的层边轻声低语 再不行 我要偷袭你了 姐姐 可没想到突然就被姐姐一把抱住脖子 嘴上还喃喃道 还等什么呢 你小子要争气啊 洛凡轩没想到姐姐竟这么主动 顿时小脸一红 可下一秒却发现姐姐竟在说梦话 送行 节目上好好表现 你愿望实现我也有钱钱赚了 洛凡轩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摊上这么贪财的姐姐她能怎么办 只好宠着呗 随后在她的额头轻轻落下一吻 晚安 我的财米姐姐 次日清晨 林爱轩朦朦朦胧胧地睁开眼睛 便看到身旁安睡着的洛凡轩 没想到她昨晚竟不小心睡着了 望着弟弟俊俏的睡颜 林爱轩直接伸手摸上去 接着往下画至弟弟的锁骨处 心中暗自窃喜 这么漂亮的男人 现在属于他的 可这时弟弟开口喊了生姐姐 林爱轩不好意思地问道 是自己吵醒他了吗 没想到洛凡轩禁止着自己的锁骨 不是 他只是等了那么久 姐姐居然只摸到这里 林爱轩这才反应过来 这小子原来早就醒了 跟奶狗弟弟谈恋爱是怎样的体验 不仅给姐姐暖床 还一大早给他准备爱心早餐 可林爱轩却不打算吃 因为今天是宋航第一次录制天赋议 他要赶紧去接自家议员 洛凡轩赶紧端着一盘奶黄包 让他别着急先吃这个甜甜度 他抬眼一看 便立刻想起之前弟弟 吐槽自己的罩杯和奶黄包一样大小的事情 他顿感自己受到了一万点暴击 这简直太耻辱了 原来在弟弟眼里 自己的罩杯就这么小 他气呼呼地将手中的奶黄包捏扁 洛凡轩则一脸猛逼 王姐是说 姐姐 奶黄包是用来吃的 可林爱轩却拿起一块吐司就打算走 没想到洛凡轩直接将他拉到怀里 还往他额头揪腻了一口 并叮嘱他路上小心 林爱轩很是感动 他羞红着脸朝弟弟看去 就看到洛凡轩一脸可怜兮兮的样子 姐姐只在乎宋航 他吃错了 要姐姐安慰才行 可林爱轩直接给他一通报锤 叫他赶紧出门 很快 林爱轩就带着宋航来到节目录制现场 可导演看见他们直接屁头盖领一顿臭骂 说他们怎么才来 名气小架子倒挺大 人家洛凡轩红的发子都早早来了 他赶忙道歉说下次一定提前的 等导演走后 宋航气愤道 我们又没迟到 他凭什么说我们 林爱轩则表示 这一行就是这样 红的时候人人巴结 没名气的时候 人家鸡蛋里都能挑出刺 他要是争气不过 就好好比赛 等他红了 自己也跟着沾光 宋航瞬间提起干劲 说他一定争取拿到门次 以后不会再让萱萱姐看人脸色 林爱轩则欣慰地给他整理衣领 而这一幕刚好被洛凡轩看到 他的脸瞬间暗沉下来 直接发给姐姐一条信息 气呼呼地抱怨着 姐姐 你可没给我整过脸 林爱轩转头看向不远处的洛凡轩 只见他哼了一声表示着自己的不满 林爱轩无语 这小子还好意思生气 随即回复道 你的心怎么比奶黄包还小 洛凡轩满脸问号 这什么意思 为啥要跟奶黄包比呢 下一刻他便明白了 难道是上次自己拿奶黄包调侃姐姐 所以今早姐姐才那样的 想到这里洛凡轩扑斥一笑 姐姐原来在意这个 也太可爱了吧 奶狗弟弟跳舞简直是帅的一批 在天赋异禀的出赛舞台上 洛凡轩霸气出场 华丽的舞姿影的台下粉丝尖叫连连 林爱轩不禁感叹他体力可真好 难怪那晚害得他疲惫不堪 可这个暗送秋波的动作是怎么回事 确定不是在搞笑吗 而出赛还在继续进行中 很快到了第五场 接下来是宋航上台表演 由洛凡轩帮 可粉丝们直呼他们只想看轩轩 台下的情力暗暗窃起 看着阵仗宋航马上会被无视 只要把他刷下去 小轩就永远是公司唯一的顶量柱了 林爱轩却替宋航担忧 心中不断给他打气加油 这时台上音乐响起 宋航开始弹奏钢琴 可洛凡轩却迟迟未动 这下可把情力记坏了 轩轩再不跳 就让宋航抢风头了 此时的宋航开始演唱 台下的粉丝顿时都沉醉在动听的歌声中 这简直是天爱之声啊 而洛凡轩随着歌声开始舞动起来 这绝美的舞姿配合绝美的歌声 简直太完美了 看着这一幕 秦力气的后槽牙都咬碎了 他可是顶流啊 怎么能给林爱轩的十八线艺人当陪衬呢 而林爱轩则瞬间明白过来 洛凡轩这舞蹈 简直是在衬托宋航的歌声 他一阵感动 原来男友是为了自己这么打算的 出赛结束 秦力气急败坏地追着洛凡轩 质问他在想什么呢 宋航都进决赛了 他难道不知道 在这行里 垄断才能利益最大化吗 就在这时 他耳边传来宋航的声音 洛凡轩转头便看到宋航激动地抱着自家女友 说他做到了 他进入总决赛了 林爱轩也为他高兴 说他只是缺一个展示的机会 只要有机会 他就能让大家刮目相看的 宋航心中无比安心 无论遇到什么困境 宋航姐总是站在他的身边 等他这次决赛拿到名次 他要将自己的心意告诉宋航姐 洛凡轩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姐姐别对他笑得那么灿烂 那个宋航可对姐姐心思不纯了 而此时的情力问他有没有听自己讲话 洛凡轩满脸不爽 他进了决赛又怎样 自己只是不屑用那种手段获胜 等到了决赛照样打败他 他会让姐姐看到谁才是真正有才华的 这时 他的手机突然响起 是姐姐的消息 说今天谢谢他 并邀请他晚上去他家 给他准备了谢礼 洛凡轩不知想到了什么 脸颊瞬间一红 他非常期待姐姐的礼物 可期待越大失望就越大 当他来到姐姐家 看着面前的礼物 竟是一顿丰盛的晚餐时 顿时一脸失望 而林爱轩则兴致盎然的 让他尝尝自己的手艺 可下一秒 却被洛凡轩一把抓住手腕 把他抱到自己怀里撒娇到 他们这行可吃不了多少 能不能换点别的 便直接贴到姐姐的脖梗处 伸手扶上他的后颈 林爱轩瞬间脸色飞红 他今天节目上那么大的工作量 还有力强 洛凡轩则表示 只要姐姐想要 他随时奉陪 乃狗弟弟紧紧握着姐姐的腰 炙热的唇吻上了他 一股浓烈的压迫感向他席卷而来 仿佛要把他吞噬一般 让他喘不过气 原来就在刚刚 洛凡轩满心欢喜的 来到姐姐家期待着他的谢礼 可他没想到谢礼竟只是一顿晚饭 于是他一把将姐姐抱到怀里 说他不想吃饭 想要点别的 可下一秒就被林爱轩一顿爆锤 让他不要想些有的没的 并叫他好好吃饭 洛凡轩顿感委屈 他捂着被打痛的头乌叶叶着 林爱轩汗言 他怎么还委屈上了 洛凡轩可怜巴巴道 姐姐今天只顾着送行 都把他忘了 到头来还一点补偿都没有 林爱轩无奈的叹了一口气 这家伙 在工作中挺正经的 怎么在他面前就像换了个人 随即给他喂了一口饭 安慰他不要伤心了 来尝尝他的手艺 一口下去洛凡轩顿时愣住了 这个味道好怀念啊 是小时候姐姐做饭给他吃的味道 因为那时的妈妈 由于生病了 总是忘记给他做饭 导致他经常挨饿 所以姐姐就总是做饭给他吃 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 姐姐的手艺还是一点没变了 就在他吃的正欢的时候 林爱轩突然开口 说跟他商量的事 让他教送行跳舞好不好 洛凡轩瞬间觉得 嘴里的食物不香了 他满脸的不开心 为什么是我 姐姐不能找别人吗 林爱轩则表示 你教的才好啊 这样送行才有把握进总决赛 洛凡轩气冲冲的摔下筷子 原来姐姐这一桌菜是为了送行 是他自作多情了 随即两手抱胸 抵制美食贿赂 林爱轩看他这模样 瞬间觉得可爱极了 于是凑到他面前撩拨道 你确定你能抵制吗 洛凡轩被他撩得心跳加速 可下一秒却撇过头 傲娇的回到当然 林爱轩见他竟敢无视自己 便直接凑到他的唇边 跟他表示着自己的感谢 今天若不是他帮忙 天赋一禀的出赛 他们恐怕就过不了 接着吻了上去 可洛凡轩却误会了 他拽紧他的衣服 姐姐敬为了送行 不惜做到这一步吗 随后搂紧他加深了这个吻 林爱轩被这霸道的吻轻的浑身发软 疑惑他到底怎么了 这个吻和以往都不一样了 炙热的仿佛要把他吞噬一样 随即挣扎起来 断断续续的说 够了 小轩 过了两久 洛凡轩才放开他 姐姐既然想贿赂他 这点是不够的 起码得这样 姐姐居然为了别的男人讨好他 小奶狗生气了 他直接将姐姐扑倒 吻向他白皙的脖子 此时的林爱轩顿感不妙 他用力将弟弟推开 问他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随即解释说 我是在感谢你 至于教宋航跳舞的事 我想你的舞蹈是圈内公认的第一 你教的我放心 而宋航是他的艺人 经纪人都想自己的一元火 可洛凡轩还是不明白 如果姐姐是为了钱 那他赚的钱都是姐姐的 接着表示 一个月五十万零花钱不够 他可以在家 姐姐只要安心 做他的女人不好吗 林爱轩原本不相信 这世上有永恒不变的感情 可是 他的感情却像火 那么纯粹又那么直 他抚摸着弟弟的脸庞 或许面对他 自己也该坦率些 随即表示 他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 而他想要的是自己事业 随后假意的撇过头面露南色 当然 宋航现在和他都在参赛 怎么说他们也是比赛对手 他不愿意交也正常 自己去找找别人 听到这话 骆凡轩一把抓住他的手腕 姐姐错了 我在乎的不是这个 他心中在乎的是 姐姐太重视宋航 不过 教宋航跳舞的话 也能每天和姐姐见面 于是勉强答应了他 但要收点学费 林爱轩坐在他的腿上 问多少学费 他直接趴到姐姐的箱间上 随即狠狠作了一口 只见他的脖子上 瞬间出现一颗红豆 林爱轩吃痛 这印子被人看到怎么办 而骆凡轩则表示 这就是学费 不只是今天 教宋航跳舞的这段时间 自己都要留下印记 他心中暗戳戳的想 宋航看姐姐的眼神 让他很在意 那是与自己一样的眼神 而留下印记 才能让宋航知道 姐姐已经有男朋友了 林爱轩顿时压麻呆住了 为什么非要是这种学费啊 骆凡轩看他不愿意 随即傲娇道 姐姐不乐意就算了 反正他也不愿意交 林爱轩赶忙答应下来 骆凡轩见自己的计谋得逞 满脸愉悦地伸出手臂 搂上姐姐 但他更加贴近自己 那姐姐再提前支付一些 说完便扣紧他的脖梗 在他的唇上重重吻了上去 年下奶狗为了讨女友欢心 不得不和情敌友好相处 来到公司 林爱轩将骆凡轩推荐给宋航 表示这段时间 就由骆凡轩给他舞蹈培训 宋航没想到骆凡轩的通告 都排到了明年 居然愿意花时间给自己上课 可骆凡轩却冷得脸说他也不想的 他是被迫的 林爱轩顿时一惊 赶紧将他俩的手握到一起 大家同意的公司 相互帮忙是应该的 看着认真教宋航跳舞的男朋友 林爱轩心中很是欣慰 没想到只练了一个小时 宋航比在舞蹈班 四个小时的进步都快 跟着标杆学 果然事半功倍 虽然小轩之前不甘不愿的 但真叫起来还挺认真的 没有一点敷衍 想到这里他瞬间反应过来 小轩说不是因为比赛对手 而不愿意教宋航的 难道他是在吃醋吗 这时洛凡轩看了过来 林爱轩面带微笑 接着用口型敲敲说 傻瓜你才是我的男朋友 洛凡轩顿时一愣 随即一脸害羞的撇过头 然后对宋航说 他累了今天就练到这里吧 见洛凡轩坐下 林爱轩赶紧给他端来一杯水 表示他辛苦了 他指了指自己的肩膀 说肩膀也酸 林爱轩又马上给他吹肩膀 可他还不满足 说自己的腿也有点不舒服 林爱轩看他得寸进尺的样子 直接用力按上他的肩膀 差不多得了 给点颜色就想开软房了 一旁的宋航见轩轩姐 为了自己敬甘愿给洛凡轩服 便直接表示他来给洛老师捏腿 洛凡轩立马躲开 并叫他不要碰自己 宋航的脸色瞬间不好 使唤自己可以 别使唤他的经纪人 听到这话 洛凡轩也一脸不悦 我乐意 已管得着吗 还有什么叫他的经纪人 眼看两人就要打起来 林爱轩赶紧劝架 男人又要吵起来 林爱轩顿感无奈 这都闹得奶跟奶啊 于是便决定带他们俩一起走 到了宋航的公寓楼下 宋航表示在走之前 要和洛凡轩单独聊几句 而洛凡轩也有话和他说 随着车门关闭的声音 林爱轩很是担忧 这两人可别又闹起来 两人到了外面 宋航先向洛凡轩表示感谢 但有什么要求冲他来 不要为难轩轩姐 洛凡轩瞬间不爽 质问他以什么身份说这话的 轩姐是他什么人 轩轩姐是他的经纪人 他有义务保护他 洛凡轩脸色瞬间下沉 直接一脸高傲道 抱歉 你没有义务保护别人的女朋友 宋航大惊 什么是别人的女朋友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洛凡轩凑到他的耳边 警告他离自己的女朋友远一点 他不是他能觊觎的 宋航满脸的不可置信 问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听到是他生日那天晚上 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自己一直想等有了成绩 就跟轩姐表白 可没想到已经晚了 然后质问洛凡轩 像你这样的根本不缺女人 何况轩姐比你大 你对轩姐是认真的吗 轩姐会相信你吗 听着一连串的质问 洛凡轩顿时一愣 随即一把抓住宋航的衣领 立声道你以为你是谁 敢质疑我的感情 宋航直接回怼 如你所料我喜欢轩姐 如果你敢对她不好 我不会放过你 洛凡轩冷笑一声 表示自己不会给她这样的机会 回到女友家 洛凡轩气冲冲地 拉着女朋友往屋内走去 林爱轩问她是不是和宋航吵架 可下一秒就被她壁咚在墙上 接着吻上了她 别提她 不然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控制住自己 她想到宋航之前对自己说过的话 便更加用力地亲上去 鼎流年夏居然被情敌质疑 她对女友的感情 小奶狗伤心了 要女友安慰才能好 她趴到女友的脖梗处低难着 姐姐也不相信我吗 娱乐圈是个大染缸 我又比你小 所以你也觉得我对你不是认真的吗 林爱轩一愣 她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随机抚摸上男友的脸颊 老实说刚开始她也不确定 她不确定他们的未来一定圆满 但圆满的感情本就是靠两个人创造的 生日那晚 她就决定试着相信看看 在她的字典里逃避 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面对她才是 所以她直面她的感情 并相信她 听着女友的肺腑之言 骆凡轩心里溢满 她用力地抱紧林爱轩 能找到她真的太好了 林爱轩突然问她到底跟宋航谈了什么 回来气呼呼的 骆凡轩则表示 她把他们的关系告诉了宋航 以后他们不用在她面前遮遮掩掩了 林爱轩顿感压力山大 这也太突然了 之前不是说好不公开的吗 骆凡轩笑嘻嘻地表示 这不算公开啊 宋航是她的艺人 处于利益也会帮他们保密的 说不定哪天还能帮他们打掩护呢 林爱轩松了一口气 觉得这话也有道理 就算不说 接下来的一个月 小轩要给宋航上舞蹈课 宋航大概率也会看出来的 于是便决定找个时间请宋航吃饭 毕竟以后要她帮忙保密的 骆凡轩欣然接受 可随即就被林爱轩往外推 今天的事就到此为止 赶紧回去 骆凡轩不愿意了 都这么晚了 就不能住下吗 但下一秒就被无情地关在门外 她委屈极了 但想到请宋航吃饭的事 便一脸得意 是该让宋航直面现实了 对待情敌 她可不会心软 谁也别想基于她的姐姐 而另一边 坐在床上的宋航 收到了林爱轩的信息 交代她跟小萱的事 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尤其是小悠 并表示改天请她吃饭 她心中满是苦涩 萱萱姐真的和洛凡萱在一起了 于是她走出卧室 打算缓解下心情 而此时客厅内 两双胞胎正在打游戏 看到宋航出来便邀请她喝饮料 她没有推辞直接拿起饮料 表示今晚破例喝一次 因为她失恋了 萱萱姐拒绝你了吗 宋航没想到俩人已经知道了 双胞胎则表示 傻子都能看出她对萱萱姐有意思 小悠都知道了 宋航顿时满脸阴郁 连她们都看出来了 偏偏只有她不知道 本以为她是嫌自己年纪小 没想到洛凡萱比她还小 她如果早点告白 现在做她男友的会不会是她呢 接着就把饮料一饮而尽 双胞胎赶紧劝她 杭哥别这样 萱萱姐可能怕影响你的事业 才拒绝你的 再过几年等你稳定了 萱萱姐说不定就接受你了 宋航心想也是 洛凡萱那么受欢迎 未必对萱萱姐永远专一 而她不同 她心底只有她一人 随机咔嚓一下捏扁饮料罐 只要她一直守在她身边 一定能等到机会 当红小鲜肉竟然为了一个女人 和十八线小明星大打出手 而这一幕刚好被粉丝拍下 原本她只想找人拍后 妈和她包养的小白脸 宋航在一起的照片 给她爸看看 她娶了一个什么样的老婆 没想到竟拍到 自家爱豆和宋航吵架的照片 她顿时不爽 竟敢跟她家萱萱吵架 她这就发网上 让宋航公开处情 到了第二天 正在睡梦中的林爱轩 被电话铃声吵醒 接通后情力的质问声 立刻传到耳边 你想自家一人火 想疯了吧 是不是你故意拍小萱 和宋航吵架的视频 来蹭热度的 这事都上热搜了 林爱轩猛然惊醒 难道昨晚他俩独处时 又吵架了吗 她打开网络 就看到宋航洛凡萱 争吵的热搜 而且小萱的粉丝数多 都一边倒的在骂宋航 她顿感糟糕 宋航今早还要去公司 小萱的粉丝 肯定会围堵宋航的 她立马来到宋航公寓楼下 果然见到一大波粉丝 都在喧哗着要求宋航道歉 看来把宋航带走 不是件容易的事 就在这时 宋航全副武装出来了 粉丝们看到他 立刻追着叫他道歉 宋航赶忙向另一边跑去 林爱轩赶紧追上他 叫他跟着自己 随即拉着他跑起来 这时 身后的粉丝们突然喊轩轩 事轩轩噎 林爱轩往后一看 竟是自家男友来了 而粉丝们则开心地围着洛凡轩 问他怎么会来这里 洛凡轩表示自己的朋友住在这里 他来接朋友一起上班 粉丝们顿时议论纷纷 朋友 难道是宋航吗 他们昨晚不是吵架了吗 而且视频都上热搜了 洛凡轩朝粉丝们眨眨眼 那时我在和他闹着玩 你们没看出来吗 随后他朝宋航伸出手 叫他一起走 宋航很是诧异 林爱轩也满脸疑惑 而这时洛凡轩看了过来 并朝他甜甜一笑 他终于意识到 自家男友是为了他来替宋航解围的 而洛凡轩搂着宋航的肩膀就朝车辆走去 粉丝们看到搂在一起的两人 顿时刻起唐来 他们俩好般配啊 简直配一脸啊 看宋航那不情不愿的样子 难道他是傲娇兽吗 林爱轩没想到这效果竟出乎意料的好 去公司的路上 两人在车上立刻分开 洛凡轩表示以后碰到这类事反应快一点 别连累姐姐 宋航直接回怼 谁要他多管闲事 自己有办法解决 听着两人火药味十足的对话 林爱轩顿感无奈 两位祖宗 你们稍微有好典型吗 好歹一个公司的 俩人气呼呼的把头皮向一边同声道 谁稀罕 真是晦气 林爱轩见他俩这么默契 心中顿声一记 他们俩组个CP倒也不错啊 男人怎么也没想到自家女友 居然让他跟亲抵组CP 就在今天早上 林爱轩将组CP的想法汇报给了老板 现在网上的洛宋CP的热度很高 说这是个炒作的机会 随即给老板展示了网络上的热评 表示最近这几年 粉丝更科这种男男CP 而他也想找机会在公司 培养一对这样的CP 来收获更多流量 老板觉得这个想法可行 但秦丽不愿意了 就算洛凡轩要组男男CP 也轮不到送行 要咖位差不多的才能商业价值最大化 而他跟天井传媒的经纪人熟 早就在洽谈和他们的顶流男星 雇员组CP的事了 他心中暗想 谁不想占男男这个市场 林爱轩竟敢来搅局 老板思索片刻 天井传媒在业内的地位 比伊利传媒还高 这个方案也不错 林爱轩马上提出质疑 可洛凡轩的咖位如今无人能比 何必给他人做嫁衣 找自家的艺人不是更好吗 肥水不流外人田啊 老板觉得他俩的想法都不错 于是决定要他俩谁先出成绩单 谁就先得到公司资源 两人走出办公室 秦丽警告林爱轩 不要打他家小轩的主意 林爱轩则表示 CP不是硬组出来的 还要粉丝认可 秦丽转身离开 说自己会给小轩安排 跟雇员组CP的活动 就不劳他费心了 林爱轩倒要看看 他的如意算盘 有没有机会打响了 晚上回到家 林爱轩便把组CP的事情 和自家男友说了 可是却遭到男友的强烈不满 他是直男 当他跟一个男人组CP 身为他的女朋友 他的心不会痛吗 林爱轩赶紧解释 他是纯钢铁做的 推直 他一点都不怀疑 可是就算他不跟宋航组 公司也会让他 跟天井传媒的顾远组CP的 骆凡轩大惊 顾远 就是那个喜欢大龙庄 油头粉面的男性吗 一想到他那油腻的样子 骆凡轩直打冷战 跟他组还不如去死呢 林爱轩朝他调皮的眨了下眼 所以吗 还是跟宋航更合适 骆凡轩顿感无奈 既然公司做了这个决定 看来是逃不掉了 与其和油腻男合作 还不如和宋航呢 而且他还能顺便盯着那个宋航 这样他就能光明正大的 每天和姐姐黏在一起 林爱轩抱住他的脖子 表示他也有私心的 自己毕竟不是他的经纪人 在公司不能跟他有交集 而他和宋航合作的话 以后在工作中 他们也能经常照面了 骆凡轩的心扑通直跳 原来姐姐也是这样想的 他靠近林爱轩 口中喃喃着 姐姐 林爱轩被他的近距离 接触弄得脸红心跳 骆凡轩则直接吻上他的唇 过了两久才把他放开 说他答应了 而这一幕刚好被他的女友看到 可女友非但不生气 还客气两人的CP 这天林爱轩带着自家艺人 来到天赋异离节目组 林爱轩提醒宋航 今天他和骆凡轩一起排练的时候 摄像头会一直跟着他们 他可要好好表现 宋航表示明白了 随即把肩上的包放了下来 他把包打开 只见里面竟是一只可爱的猫咪 宋航表示这猫是他养的 他想收工后带着他去看兽衣 并拜托林爱轩在他排练的时候 帮他照看一下 林爱轩欣然答应 看着可爱的小猫咪 他立刻上前抚摸猫咪的下巴 要不是男友爬猫 他还想养一只呢 想到这里他扑斥一笑 男友要是知道 自己小区里的流浪猫大多都是他养的 是不是更重要 就在这时电话突然响起 他接通后前任渣男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指责他真是心狠的女人 为什么一周都不和他联系 接着说他是不是嫌弃他这么多年还没鸣起 他追求他的梦想有错吗 林爱轩不想听他嗶嗶来来立刻挂断电话 这男人又在撒酒疯真是没救了 可当他回过头的时候 包里的猫咪却不见了 林爱轩很是着急 刚顾着接电话 竟然忘记看猫了 他去哪了呢 而训练室里 洛凡轩和宋航都在认真地排练舞蹈 此时的拍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导演便让他们休息一下 舞蹈老师则上前给洛凡轩指导动作 突然他感觉脚下痒痒的 便疑惑地往下一看 竟是一只猫咪在他的腿上蹭来蹭去 洛凡轩顿时吓得寒猫直竖 下一刻他直接抱住身边的宋航 而这时林爱轩跑了过来 宋航捕好了你的猫 话还没说完 就见洛凡轩抱着宋航瑟瑟发抖 被紧紧抱着的宋航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他让洛凡轩赶紧放开自己 林爱轩看着眼前的画面 笑得憋红了脸 而这一幕刚好录下来被粉丝看到 粉丝们都评论起来 清冷少年和他娇宠的美男公太好喝了 这对CP好甜了 甚至有粉丝剪辑了他俩的CP视频 而另一边的秦力看到这些评论器的咬牙切齿 网上闹得这么厉害 还让他怎么安排小轩和顾远的CP啊 身旁的助理赶忙解释 他们已经刻意发了现场视频澄清是意外 但粉丝们觉得人在害怕的时候 第一反应应该是自己最信赖的人 秦力怀疑这是林爱轩设计的 这女人为了战胜她 简直无所不用其极 而回到家的林爱轩看着粉丝剪辑的视频 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这粉丝太有才了 混减他俩的互动简直太唯美了 连他都要相信他俩是一对了 骆帆轩顿感无语 他一把夺过手机 别看了 看自己的男朋友跟别的男人抱在一起 这是什么特殊嗜好 他看着视频里的画面顿时脸色发黑 这都剪了什么 现在的粉丝口味这么重吗